杜兰特在线神级言论,引发众多球迷不满球迷,滚回雷霆勇是连续两年在总决赛中战胜骑士夺冠,杜兰特更是连续两年蝉联总决赛FVP夺冠后,杜兰特接受采访在线神级言论。 当你身边没有出色的队友时,你更容易成为最好的球员,当你身边拥有出色的队友时,你很难从中脱颖而出,我为自己感到骄傲的是无论在哪里,我都能够在队中打出突出的表现。 在我刚刚加入勇士,有点担心自己能不能融入勇士,但他们每一个人都在支持和包容着我,那一刻我感觉自己真的就是一个勇士,很开心能和勇士球员并肩作战,感激球队所做的一切,在整个季后在里。 但从整体表现来看,杜兰特场均拿到28.8分10.8个篮板7.5次助攻,是球队表现最稳定的球员,这一点毫无疑问,而杜兰特的这番话乍一看没什么毛病,但总觉得哪里怪怪的,人们猜纷纷测杜兰特的这番话到底是胜赞自己的表现,还是在影射詹姆斯呢? 网上网友的评论也是褒贬不一,有网友表示,杜兰特这世站着说话不腰疼,有本事你会雷霆试试,也有网友力挺阿杜,说的在里心一较德巴,参照杜兰特过去小号的那些阿猫阿狗事件和今年的印度型事件,杜兰特本意应该无意冒犯任何人,他只是想表达自己加盟勇士,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容易,也做了很多努力, 遭遇到了很多非议,但他现在做到,聊,只不过杜兰特说话的方式容易让人误解,中国有句话叫说者无意,听者有心说的就是这个道理,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杜兰特在篮球场上的表现无可挑剔,但在如何正确的表达自己这方面,他可能还真的得多向勒布朗和库里学习学习, 因为有时你们的一句话就可能改变一个人聊一聊所以,袁方,你怎么看,图片,网络嘿我是新一,一个爱篮球,爱道然的直男,一个没文化的段子手,每天我都会在这里与大家聊一聊球,如果你有什么不同意见欢迎留言区告诉我,马自不易,欢迎转发点赞,你们的鼓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,感谢关注投票号,聊一个球。 感谢关注